直视镜头转回国内 来看到是政坛消息 台北市长慎选人蒋万安 所以留下来的立委选缺 如今补选在即 国民党内呼声最高 是台北市议员王宏威 他表态坚决不选 那么下午呢 党中央中常会通过了 立委补选将由党中央直接征招 因为时间太过紧凑了 只剩下两天就要登记补选 而民党方面呢 在今天中常会则确定要提名 民党前台北市党部主委吴宜农来参战 而维烟也有意愿要来选的 民众党现在确定不提名 我个人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坚定 我没有参选的意愿 台北市立委补选 国民党内呼声最高的市议员王宏威 斩钉截铁没有参选意愿 但传出党内民调 王宏威已超过10%以上的差距 稳距第一 党中央台面下持续游说 党中央下午直接强行征招你 您会怎么回应 我今天早上有再跟黄建廷秘书长 通过电话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不会参选 我们会坚持提对的人 只有对的人 人对了 我们才有机会胜选 重视台北市立委居立委的一个补选 那我们也会尽最大的能力 去找出一个最续胜选几率的一个候选人 逐发会话没有说死 但才刚当选议员就转战立委 如何向选民交代 的确是王宏威最大挑战 而前立委罗书磊 还有部分居立委 曾立文李贵敏市议员王后也都被党内提出讨论 只是最终人选将以征兆决定 掩盖二号登记截止 布局加快的还有民进党 我大概了解说 这个人选 可能的人选 他们的意愿跟整体的状况 晚上就会有人选出来 现在正在努力产生 很快 才刚接热民进党代理党主席 陈吉麦立克要独军作战 确定提名 前台北市党部主委吴一农参战立委补选 反倒是民众党在中央委员后确定不提名 如果还要再让这样子比较虚弱的状况下去打 接下来这一场硬仗 我认为可能还是会对民众党未来的发展不是那么有利 2024蓝绿白前兽战 台北市长盛选人蒋万安的立委席次 蓝营输不得 绿营更要扳回大选落败颜面 局势兵家必争 记者苏指节下转程 SNG小组采访报道